第3102集 你的太上天魔体 竟然适合灭学会的 难怪如此的厉害 叶晨不禁感慨道 怎么样 现在你还要学我的太上天魔体吗 记忆下定决心 至死方休 叶晨神色凛然地说道 好 你们随我来吧 大魔带着二人 来到了一座祭坛之处 解释说道 在你去闯灭留下的天魔塔之前 你必须要得到混沌魔神的认可 否则一切都是空坛 叶晨神色坚定道 好 我愿意接受一切挑战 这是一座巨大的祭坛 高约百丈 上面有各式各样的符文飞转 散发着奇异的光芒 大魔看了一眼叶晨 领着他走到祭坛上的一座神像面前 冷笑道 这便是混沌魔神的塑像了 你只要将精血滴入其中 就有可能得到他的认可了 不过我需要提醒你一句 想要得到混沌魔神的认可 可不是天赋高就行的 还有一点 如果混沌魔神不认可你的话 那你们就从哪里来回哪里去吧 叶晨二话不说 直接上前 咬破了自己的指尖 一滴鲜血坠落 滴在了神像之上 一秒钟过去了 神像没有丝毫的反应 十秒钟过去了 神像还是一点动静都没有 一转眼 半柱香过去了 神像依旧是一片死寂 大魔不由地大笑了起来 人非凡 这就是你口中所谓的天才嘛 一年之内就可以修炼到 太上天魔体的至高境界 真是可笑 连第一步都无法通过的人 还敢说出这样的大话来 可笑至极 人非凡的神色也变了 夜晨身具轮回血脉 怎么可能得不到 混沌魔神的认可呢 难道是这个混沌魔神的神像 失灵了吗 人非凡宁愿 相信是这个神像出现问题 也不会相信是夜晨自身的缘故 大魔仍然是毫不留情地冷笑道 你们还是打道回府吧 不要在这里丢人现眼了 哪怕是最低劣的修魔者 也不至于说让混沌魔神的神像 一点反应都没有的 看来你还是对他抱有太高的希望了 大魔现在觉得太爽了 他自己是人非凡的手下外将 但是只要看到人非凡吃别 他的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的爽感 绝无可能 是不是你的神像年久失修出现了问题 人非凡不可置信地问道 人非凡 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 这个神像具备混沌魔神的灵性 永恒岁月也不会损坏 他不行就是不行 岂能怨我的神像有问题 大魔连忙解释道 然而就在大魔笑得正欢的时候 一变突起 一道汹涌的魔器忽然出现了 自上苍降落 神像也微微震颤了起来 大魔身躯僵硬 瞳孔放大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夜晨不是一个得不到 混沌魔神认可的废物吗 嗡名一声巨响之后 那混沌魔神的神像竟然动了 好像变成了活人一般 这是 混沌魔神降临了 大魔彻底懵了 他万万也没有想到 夜晨的一滴血 竟然可以引起这么大的轰动 我乃混沌魔神 先前是何人在此滴血 魔神缓缓开口询问道 夜晨当人不让 上前一步道 正是晚辈 魔神打亮了眼夜晨 而后露出了心满意足的表情 赞叹道 不错 你是古来罕有的修魔体制 你有资格闯我的天魔塔了 听到这话之后 大魔只觉得自己被无情打脸 脸上火辣辣的疼 自己刚刚还一口咬定了夜晨 绝对不可能得到混沌魔神的认可 没想到这打脸来得这么快 而且魔神真身对夜晨的评价 也太高了吧 竟然用古来罕有 这四个字来形容夜晨 要知道 自己当年在此滴血的时候 可是没能召唤出混沌魔神呢 难道这小子真的比自己强吗 就在大魔思索之际 混沌魔神的真身发话了 你带他去床塔吧 魔神的旨意 大魔自然是不敢忤逆了 只能拱手 毕恭毕敬地说道 好的 弟子这就去 在去混沌天魔塔的路上 大魔的心中感慨万千 夜晨毕竟得到了混沌魔神的认可 看来以后是很有机会 把太上天魔体 修炼到至高境界的了 这样也好 起码也算是了却了 自己心头的一个夙愿 很快 大魔就带着夜晨 来到了混沌天魔塔的门前 夜晨 这座塔是混沌魔神当年 从太上世界迁下来的 就连混沌魔神自己当年 也闯过塔 当年闯塔 我用了一个月的时间 混沌魔神 只用了半个月的时间 我给你半年 半年之内 只要你能从塔里面出来 就算你成功闯塔了 巨大的高塔直上云端 它就坐落在这血色魔宫的最深处 与周围的一切景致都格格不入 据说这座塔还在太上世界的时候 就被列为禁地了 太上世界也有无数的豪墙 想要闯塔 但大多死在了里面 古往今来 闯这座塔的人不计其数 但是能够活着从里面出来的人 实不存一 而眼前的大魔就是其中之一 这也是他足以自傲的地方 他刷新了除了混沌魔神以外 所有人的记录 而现在他隐隐约约地觉得 新的记录就要出现了 叶辰在巨塔门前徘徊了片刻之后 又被大魔叮嘱了几句 就进去了 门口一道虚影显化 叶辰看到一个苍老的身影 敢问前辈是 叶辰小心翼翼地上前询问道 那老者抬起头来 看了一眼叶辰 淡淡道 年轻人 老朽是这混沌天魔塔的手塔人 已经在这里等了数万年了 我封混沌魔神的命令 再次等待下一个魔的出现 叶辰的神色变得古怪起来 他搞不懂为什么一座塔 还要安排一个手塔人 难道这座塔真的有那么可怕吗 而首塔老人似乎也看穿了 叶辰的内心想法 不由得抚须常笑道 哈哈哈哈 年轻人 一百多万年前 我曾在妖界 诛杀万妖 险些死在了妖皇的手中 是混沌魔神 救了老朽的性命 自那以后 老朽这条性命 便是混沌魔神的了 其实并不是每一个床塔的人来此 老朽就会跟他们相见的 只不过你是一个例外而已啊 首塔老人神色平静地解释起来 我是个例外 叶辰眉头一皱 他不明白 首塔老人的这番话 究竟是什么意思 便又问道 前辈 还请直言相告 首塔老人叹息了一声 似乎是在回忆什么往事 良久才说道 其实 从混沌魔神大人的虚影 被你召唤出来的那一刻 就注定了你这一生 与魔之一字 撇不开关系了 叶辰正欲追问 首塔老人的眼神 忽然黯淡了下来 毫无表情地说道 上去吧 你只需要知道 混沌魔神对你的期望很高就是了 希望你不要让他老人家失望啊 首塔老人的这番话 说的是原理物理 叶辰没有听懂 但他严禁于此 自己也不好多问些什么 便只能朝他点了点头 走进了 混沌天魔塔的第一层 这混沌天魔塔一共分为五层 每一层对于床塔者的考验 都是不尽相通的 而且一层比一层难 只有将这五层全部走完 才可以从这塔里出来 第一层的空间不是很大 但却非常开阔 这片空间里 没有其他任何的摆设 除了叶辰本人之外 再也看不到其他任何的东西了 但就在下一刻 一道残影很突兀地出现在了叶辰面前 当这道残影慢慢凝食之后 叶辰也被惊到了 因为他的面前出现了一个人 而这个人的模样 竟然跟叶辰自己一模一样 就像是自己的双胞胎一样 你是 叶辰试探性地问道 不料 那家伙说出一个让叶辰 头皮发麻的答案 他平静地开口道 我叫叶辰 你又是谁 他自保家门之后 还不忘反问了叶辰一句 叶辰冷笑不已道 活叶是叶辰 叶辰能够察觉得出来 从这道残影出现的那一刻起 这第一关的考验 就应该已经开始了 哦 是吗 你也是叶辰 可是这天地间 只应该有一个叶辰才对 你是假的 而我是真的 那道残影说得信誓旦旦 好像真的对此深信不疑 是 这个世界上只能有一个叶辰 所以你我之间只能活一个 说是吃哪是快 叶辰抢先一步就动手 手中的煞剑出窍 一道剑气朝着那道残影的头颅斩去 却不料那道残影也寄出一把剑 迎面就朝着叶辰斩了过来 气势威力都不在叶辰这一剑之下 而且最让叶辰惊诧的是 他手中的剑 竟然和自己手中的别无二致 也是煞剑 这怎么可能 叶辰彻底被震惊到了 要知道这可是煞剑啊 普天之下就只有一把 为什么对方也有呢 而且看起来 此人手中的煞剑威力绝伦 丝毫不像是假的 当然 这还不算什么 直到此人施展出剑法的时候 叶辰更是被吓了一大跳 这 这竟然是我的主宰剑法和星魂斩 你怎么也会 叶辰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对方 心中惊骇到了极点 这主宰剑法可是前世轮回之主 和命运之主联手推演出来的无上剑法 威力强悍无可匹敌 若是能将这门剑法修炼到最高境界 便可以一剑召唤仙魔两道本源之力 化身为天地主宰